好声音第十季的大结局虽然让人意犹未尽 但是不少网友在回味之后又开启了巨荒模式 而就在这个绝佳的空档时期 天赐的声音3被曝光了嘉宾名单 让这一众网友再次沸腾起来 天赐的声音虽然与好声音同出一门 但其节目形势却和好声音不大一样 天赐的声音的分组更加多 但是之间并不存在着竞争的关系 总共有6组 每次都会有一组得到与导师们合作听取的机会 因此这个节目也是指在传播听取文化 弘扬乐坛 在你邀名单上 周深的名字赫然在列 近几年来周深的发展十分迅速 出色的声音条件让他在一众歌手中脱颖而出 获得了各大节目的垂青 也因此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在此之后 事业一直处于鼎盛时期 各大卫视之间来回跑 清朗行动 行动之后 各大卫视的晚会都避免邀请 劣迹艺人 唯独周深成了香伯伯 接连登上多个卫视的中秋舞台 除去唱歌实力外 周深同时也非常具有娱乐精神 语言风趣幽默 再加上一张娃娃脸 十分讨人喜欢 一直备受各大综艺节目的推崇 因此天赐的声音3 邀请周深来也并不意外 毕竟以周深的热度与人气 只会让天赐的声音3更上一层楼 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胡彦斌 作为一名创作型歌手 胡彦斌同样被各大卫视喜爱 出色的歌唱实力 再加上人品也非常不错 让胡彦斌接邀请接到手软 并且一档综艺节目中 不仅需要活跃气氛的嘉宾 同时也需要像胡彦斌这样 人狠话不多的歌手 这样搭配起来既有综艺的氛围 也有话题度的存在 两全其美 出去导师外 天赐的声音每季都会邀请 许多嘉宾来参加节目 不过通常邀请来的 都是一些年轻的实力歌手 比拼起来也是相得益彰 而这次据爆料所说 嘉宾中还有陶哲和杨谦化二人 众所周知 陶哲在乐坛十分受人推崇 甚至有音乐教父的称谓 如果消息属实的话 陶哲可以说是这一季名气中 数一数二的人物了 不知道那几位导师 敢不敢对其进行批判 而杨谦化比起陶哲来 也是不晃多让 不仅唱歌实力一绝 表演实力也是强悍 不少网友调侃说 这两位绝不是来当选手的 而是来砸场子的 调侃归调侃 但是这种后辈评价前辈的操作 属实让人有些无语 第二期的孟美琪 就因此受到过网友的吐槽 在第二期中 孟美琪对周传雄的唱功 进行了详细的点评 本以为是自己的职责所在 没想到被网友喷得是一塌糊涂 毕竟周传雄可比孟美琪 大了29岁 人家出道的时候 孟美琪还不知道在哪呢 不知道 你是否喜欢这次的嘉宾阵容呢 今年的周深真是太忙了 忙着发新歌 忙着参加晚会 忙着录制综艺节目 总之 就是已经快忙到分身乏术了 不过这些对于周深来说 却是乐在其中 毕竟如今的他有这么多邀约 也是他曾经梦美琪的 不仅仅是今年忙 哪怕是明年也忙 这不 今年还没过完 明年的两档综艺 就已经提前曝光了 一档是慢综艺 一档是快节奏的 近年类节目 且两档都是音乐类的 了解周深的都知道 他曾经说过 自己不喜欢参加比赛类型的节目 可偏偏他就是靠这种节目大火起来的 这就叫做造化弄人吧 最早周深参加中国好声音被人熟知 之后参加我们的歌被大众喜欢 再参加我是歌手彻底走红 周深的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 不卖关子了 这两档综艺节目分别是 音乐野生活与元宇宙唱将 元宇宙唱将设计为虚拟与现实两个场景 虚拟场景里是虚拟角色 现实场景里是真人 元宇宙唱将的见证者有六个人 包括周深 华晨宇 大张伟 蔡明 李荣浩 以及王家尔 六人中有两位是周深的熟人 去年周深与华晨宇共同参加我是歌手 如今又一起参加元宇宙唱将 也是很有缘分吧 作为华语乐坛的新生代力量 两人都被很多人喜欢 也一直被比较着 他们俩到底谁更厉害一点呢 我也一直很好奇呢 其实不论是华晨宇还是周深 都是我喜欢的歌手 最早粉华晨宇 如今粉周深 周深的两档综艺节目 都是在10月15号曝光出来的 且都是某平台全力打造的节目 足以见得周深现在多么的重要了 相信未来周深一定可以走得更远 毕竟实力在那里啊 周深的两档综艺节目同时曝光 让人兴奋 推测一下 音乐野生活大概会过年前后上线 元宇宙唱将可能会在明年第二季度上线 当然了 不管什么时候上线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明年又可以安心的在家里 美美的看着周深在节目里 施展才华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